三下族的朱欣維難掩 哀痛 說話哽咽 今年才三十三歲的朱欣維 四年前原本開心的與阿美族的先生 迎接小女兒的誕生 不過女兒出生不到一年 卻發現自己罹患了乳癌 甚至已經轉移到肝臟 雖然經過手術與花療 還是無法有效的控制病情 而在九十九年二月 心微的先生奏事 頓時讓心微失去了重要的依靠 讓心微的病情更為加重 就在今年三月 醫師建議心微服用口服的標靶藥物 太加定 病情才漸漸的穩定 不過一顆藥卻藥價不便宜 加上健保又不給付 經濟成了龐大的負擔 醫生建議是我繼續使用這個藥物 來控制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藥真的是非常貴 然後我也曾經跟醫生要求說我不要吃 因為真的我們負擔不起這種藥物的那個費用 一顆口服標靶藥物 太加定就要七百到八百不等 心微一天就要吃四顆 一個月就要花上九萬多塊 相當吃力 目前心微只能靠家人或是朋友 接錢 以及自己做編織手工藝 賺取微薄的收入 暫時度過難關 而現在能給心微最大支持的 就是兩個寶貝女兒 大女兒晶晶也在聖誕節前夕寫卡片給媽媽 讓行為感到好窩心 陪我長大 我愛你也愛爸爸 因為小孩所以給我力量 所以我覺得我完全不能有放棄的念頭 我一定要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陪著他們長大 看著他們怎樣看 我能給他們的 我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把握 現在一定要盡量給他們 由於二代健保規定 口服標把藥物太加定 目前未納入健保給付 許多乳癌 兵友 因為經濟負擔太重 只好選擇停藥 讓病情惡化 兵友們期盼行政院衛生署 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讓兵友們保有贏得的權益 記得 臺北市採訪報導